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玩桌游的时间啰 这次我们要教学的是这一款 《富饶之城》加强版 《富饶之城》这款游戏 从2002年发行的时候 造成了广大的回响与热卖 然而十多年来 作者只出了一款扩充 也就是暗黑城市扩充 那这次作者终于 想要再出新的扩充了 在这款加强版中 他针对基本版和暗黑城市扩充的 角色和建筑做了增减与修改 而FFG这个公司也利用这个机会 为这个游戏的美术做了新的改版 以及纸牌和配件上做了一些升级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款游戏怎么玩吧 以上这些就是游戏所有的配件 这些牌就是全新设计的角色卡 变得很大张哦 之前角色卡的尺寸大约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现在可以比较出来 可以知道他的牌变得很大张了 另外有附6张的玩家帮助卡 这叠就是全新设计的建筑卡 牌备跟之前完全不同 那正面的美术呢 每一张都是全新设计过的 那特殊牌的部分呢 有很大的变化哦 这一堆是金币 跟之前呢是一样的材质 那这一叠呢是角色卡标记 在游戏中呢 我们会把它排在桌面上 就可以清楚知道 我们这一场游戏中有哪些角色被使用到 这五个标记呢是新的角色在使用的 这三个是行政官的逮捕力 这两个是勒索者的勒索指示物 这个是加强版的皇冠 看起来蛮漂亮的哦 好了那介绍完配件之后 我们再来看游戏如何进行哦 不饶之城这款游戏呢要觉得好玩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起始设置的时候 里面的角色呢有1号到9号 那每个号码都会有三种身份可以去选择 那对于初学的玩家 我是建议呢参考说明书上 推荐的设置 也就是先使用基本版的部分 至于特殊建筑也是一样 参考说明书上使用那些推荐的建筑 那如果你有些经验了 你想尝试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建筑 那我还是推荐你 使用说明书上剧本所提供的角色 和特殊建筑 来构筑你的卡牌 玩起来有一些主题性 也会比较有趣 因为我的经验呢 如果是各种还乱滚乱搭 有时候玩起来会觉得有点怪怪 我们这个游戏呢 以五名玩家为范例 来做起始设置 那我们选用的角色 就是依照说明书建议的 使用刺客、小偷、魔术师、国王、 住持、商人、建筑师和领主 然后把他们各自的 这个角色标记拿出来 按照顺序给他从1号排到8号 那这个功能呢 主要是要提醒玩家 几号玩家是什么身份 因为我们每一个号码都有3种角色 到时候如果有混用呢 就会忘记这个3号到底是谁 4号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特殊建筑牌也是依照 说明书选出来之后呢 跟其他的这个一般建筑 来做洗牌混合 那就把这个特殊建筑呢 洗入这个抽牌堆里面 然后每一名玩家呢 把4张手牌 其余的牌放在中间当抽牌堆 接着每一名玩家领取2枚金币 当他的起始资金 那这个钱呢 都是公开资讯 所以放在前面 让大家都看得到 接下来随机选择一位起始玩家 拿取王冠符号 代表呢 他是这一轮的国王 好啦 那我们就完成起始设置咯 很简单吧 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进行游戏了 我们游戏会进行很多轮 每一轮都有担任国王的玩家 当起始玩家 当国王的人 首先把角色牌洗匀之后 在桌上翻一张出来 然后盖一张在桌上 如果翻出来的角色是国王 就要重新洗牌翻牌 那需要翻出来跟盖住的角色章数 是依照游戏人数而不同的 可以参考说明书这个部分 我们因为是五个人玩 所以会一张打开一张朝下 如果是四人玩 就会两张打开一张朝下 六人玩跟七人玩呢 就不会打开朝上的牌 六人玩会有一张朝下放置 那七人玩这个比较特别 他这有个星号 所以他是特殊状况 七人玩呢就是最后一名玩家 他会把盖在桌上的牌 拿回手上 选完再丢回去 也就是说 最后一位玩家拿什么牌 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接着起始玩家 就从剩下的牌中 选择一张他想要的角色 选完之后 他可以看有剩下哪些牌 这是起始玩家的优势喔 然后顺时针传给下一位玩家 那下一位玩家 一样也选了一张 那其他玩家也是依序 各选择一张角色后 那最后一名玩家呢 他选完还会有一张多出来的 那就把这一张也盖着放在桌上 也就是说呢 没有人可以确定谁是谁 因为最后一个玩家 他留两张嘛 如果说只留一张 是不是上家会知道呢 那因为他现在只留两张 他二选一 那这样上家就不能确定 他是什么了 那一样的 起始玩家 也没有办法保证 哪一种职业 会被丢在这 被丢在这 就是等一下 不会出现的职业喔 进行完角色选择的阶段之后呢 下一个部分 就是要开始叫号码了 国王呢 会依照上面排列的顺序 去把该做事的人叫起床 从一号开始 执行他的回合 做完之后 就换二号 然后三号的顺序 进行下去 最后就是到八号 那中间呢 当然有一些号码 就不会被叫到啦 当国王喊了一号刺客 你的角色牌 是一号刺客的玩家 才能翻开你的角色牌 然后进行你的回合 没有被喊到的角色牌 千万不能翻开喔 翻开你的角色牌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你的回合 那我们来说明轮到你的回合 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先撇开角色能力 与特殊建筑的能力 第一种是你可以拿资源 拿资源有两种选择 第一你可以拿两枚金币 第二你可以抽建筑牌 抽建筑牌的话呢 就是抽两张选一张 另一张放回牌图底部 那资源这两种你只能选一个做 而且是必需要拿喔 你不能略过拿资源的过程 拿完资源之后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盖建筑 如果你选择盖建筑 你只能盖一间 那打了建筑需要花钱 这个符号就是你需要花多少金币 例如呢我有两枚金币 我就打这一张 付出两枚金币给银行 那建筑的左下角都会有标示这种符号 那这个符号呢就是特殊建筑 那它的建筑种类总共有五个 依照符号可以来做判别 皇家、宗教、商业、军事、独特 另外建筑要注意 同样名称的建筑只能盖一个 那当然特殊建筑本来就都只有一张 不会有问题 但是像这种宗教建筑啦 军事建筑就会有重复的名称 相同的名称你只能够盖一张喔 好那做完建筑的选择之后 你的回合也就结束了喔 就换下一个号码的玩家进行回合了 我们游戏呢就依照这样 拿资源盖建筑的顺序一直进行下去 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如果有一名玩家成功盖出了7座建筑 那这一轮结束的时候游戏就结束了 那游戏结束的计分方式 可以参考这个玩家帮助卡 它可以额外计分的东西很多 首先呢它计算每一个建筑 左上角的金币数量总和 每一个金币都代表1分 额外得分就是看你这5种类的建筑 如果你的城市中每一种建筑都各有至少一个 那你就可以再额外得3分 再来你是首先盖出7座建筑 可以额外再得4分 如果你也有盖出7个建筑 但是你不是第一个盖出来 你还是会有2分 最后呢就计算独特建筑 有些独特建筑是会带来额外加分的 那注意哦 7座建筑是结束的条件 并不是建筑的上限哦 你有可能盖到8栋建筑哦 或者甚至9栋哦 那游戏结束的条件 在2人与3人的时候呢 是8座建筑 这点是有点不同的 好 那最后呢 当然就是以得分最高的玩家获胜咯 如果产生平手的话 就看左上角选的号码 如果平手玩家里面 你的号码是比较高的 你就可以在平局中胜出 好 知道回合的流程 以及该做什么之后 剩下的 你只要知道 每一个角色的能力是什么 诶 那这款游戏 你马上就能上手咯 每张角色牌 都有它独特的能力 1号刺客 可以暗杀一名角色 他从剩下的号码中 选一个角色来暗杀 他宣告暗杀的角色 可以把他的指示物往下推格 来标记这个人已经被暗杀了 那当国王叫号的时候 叫到7号建筑师 那建筑师这个角色呢 不可以做任何回应哦 或者呢 国王可以直接跳过7号这个角色 直接喊8号出来 2号的小偷 2号小偷的能力呢 是可以窃取一名角色的所有金币 他宣告要偷钱的对象呢 必须是3号以后 他不能偷1号哦 例如他宣告了4号 那当国王喊到4号的时候 4号角色翻开之后呢 就必须把他所有的金币 马上全部交给小偷 那小偷也有可能喊到不在场上的人哦 所以选小偷的时候要想清楚 你要偷谁 3号魔术师 是可以指定一名玩家 不是角色哦 是一名玩家 跟他交换所有的手牌 如果魔术师手上是0张牌 那他就会用0张跟你交换所有的手牌 或者魔术师也可以弃牌抽牌 他弃了几张就可以抽几张回来 4号国王 选国王这个角色的话 当这一轮结束的时候 皇冠标记就会换到你的手上 轮到你来当国王 也就是起始玩家 另外要注意 如果国王被刺客杀了 这个皇冠依然会交到这个被杀的国王手上哦 那他的能力呢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收税 如果他的城堡中有皇家建筑 每一个都可以多拿一个金币 5号住持 他跟国王一样有拿金币的功能 但是他是针对宗教建筑拿金币 住持另外一个能力呢 是可以防御8号角色 8号角色无法对住持的建筑造成影响 6号的商人也是类似国王 他可以在每座商业建筑多拿一块钱 那另外他的能力是在选择拿钱的时候 可以获得额外一枚金币 如果他选择的资源是拿牌 他依然可以额外拿一个金币 7号建筑师 他的能力呢 是可以直接抽两张牌 他如果选择拿资源是拿牌 他依然是抽二选一 然后再发动他的能力来获得另外的两张牌 如果他选择拿金币 他一样可以获得两张牌 因为这是他的能力 第二个能力呢 是他可以建造至多三座建筑 平常呢每个角色都只能盖一个建筑 只有这个建筑师他的能力 可以让他一次盖三座建筑 最后是8号领主 他也有收税的能力 他是针对军事建筑 每个军事建筑可以拿一个金币 另外一个能力呢 是他可以拆别人的建筑 例如我的前面有个教堂 他拆这个教堂的话 他就要付出左上角的金币-1 所以他只要付出一枚金币就可以了 有些建筑是只要一枚金币 那针对这种建筑牌 领主可以免费把它拆掉 拆掉的就丢入器牌堆 那我们综合来看 这四名角色 就是具有额外收税能力的 针对角色能力 他的发动时机 可以自由选择 例如你可以在拿资源之前发动能力 或者拿资源之后再发动能力 都是可以的 那基本上排在月前面的角色 都是在搞别人的 只有领主是排在最后 还可以搞别人 那其他的排在比较后面的角色呢 大部分都是为自己带来比较多的收入 或是比较多的发展来使用 所以喜欢搞别人的呢 可以选刺客小偷 或是魔术师这一类的角色 针对扩充角色的部分 我说明一些比较特别的角色 首先是这一张女巫 它跟刺客一样是一号的 如果你选择了女巫 当你被叫起来的时候呢 你首先先拿取资源 拿完资源之后 你就宣告一个角色对它施咒 例如你选择魔术师 当你宣告完之后呢 你的回合马上就结束了 而当魔术师被叫起来的时候呢 像这一位是魔术师 这个魔术师这个玩家呢 他一样也可以拿取资源 但是他拿完资源之后 他的回合马上就结束了 而女巫呢 就取代这名角色 进行他的回合 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使用 这个角色牌上的能力 然后你就进行你的回合 你可以在自己的城市盖建筑物 但是呢 你不能去使用 被施咒对象的城市的能力 你只能使用自己城市的 特殊建筑的能力 那如果你施咒的对象呢 是勒索者或者是小偷 那就由你呢 代替勒索者 宣告勒索的对象 那小偷也是一样 由你宣告 你要偷哪一位角色 而当被宣告的角色被叫到的时候 那由勒索者或小偷 产生的效果 是提供给女巫这个玩家 下一个要介绍的角色是勒索者 当勒索者被叫起来之后呢 他可以分发他的勒索指示物 勒索指示物呢 一面是空白的 一面是有绣花的 有绣花的人呢 就是确实被勒索的对象 那他可以把这两个隐藏起来 放在他选择的角色标示物下面 那被勒索的对象被叫起来的时候呢 会先拿资源 例如是住持 他被叫到了 他就先决定拿什么资源 决定完之后 再处理勒索的效用 他必须选择 是不是要把他的金币 给勒索者一半 那一半呢是无条件捨去的 他如果选择不给 那就要翻开来 如果是空白的 那就没事 但是他选择不给 然后翻开来 是有绣花的 那他就变成要把钱 全部都交给勒索者 不管他选择给或不给 这个勒索者呢 都可以自由决定 是不是要把他翻开 那就算他选择不给你钱 你也可以不用翻开他 就算他真的是被勒索的对象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很有机会 再拿到下一位 被勒索玩家的钱哦 所以勒索者的使用呢 是蛮心机的 那要注意勒索的时机哦 是在拿完资源之后 马上要处理 处理完勒索的事件后 这个玩家 才继续做他回合的事情哦 再来是这个主教 主教呢是在盖建筑的时候 如果他钱不够用呢 他可以要求一位玩家 不是角色 是玩家 要求一位玩家 帮他出剩下的钱 例如他想盖工店 但是他手上只有3块钱 那他就可以指定一位玩家 来帮我出2块 被指定玩家 不能拒绝哦 那这被指定玩家 帮他出完钱之后 这个主教 必须要给这位玩家2张牌 所以如果他牌不够哦 不能要求他超额付款哦 另外呢 他只能针对不够的钱 去要求别人付 如果他手上有4块 只少1块 你不能要求别人付2块 你只能要求别人付超额的那一块钱 再来是这一位行政官 他也是属于1号的角色 行政官的能力呢 是可以分配这三个逮捕令 逮捕令的正面呢 只有一个是正式生效的逮捕令 他把它分配在他想给的角色指数下面 那当这些被放逮捕令的人呢 他如果在他的回合盖了第一间建筑 盖了之后呢 就会翻开 如果翻开的是真正的逮捕令 那他盖的那个建筑 就要被行政官没收 例如这个住持 他盖了一个鬼城 那当逮捕令翻开来 是真正的逮捕令 那这个鬼城呢 就被他没收咯 但是住持盖鬼城的钱哦 是会拿回去的 他并不会损失盖鬼城的那2块钱 那这里也要注意一点就是 这个住持如果盖的东西呢 是你的城市里本来就有的 那你不能没收那些同名的建筑哦 另外要注意 如果他是建筑师 或是他的能力可以盖很多建筑 那你只能没收他当会合盖的第一间 第二间之后是不能没收的 那依照顺序行政官会先做 如果呢这个角色哦 他已经被放逮捕令了 或是被施咒了 那这个勒索者就不能再把勒索指示物放在他下面 再来是这个9号的税务官 这个税务官呢 会收房屋税 不管是谁哦 你只要盖房子了 那你就要从手上多支付一枚金币 放在税务官头上 那等税务官被叫起来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他上面所累积的这些金币 全部拿走 那这个缴税呢 就算你是免费盖建筑出来 你还是要支付房屋税 那如果你盖完之后 手上没钱了 那你就不用支付房屋税了 所以房屋税不是先缴了再盖 而是盖了之后有剩下的钱 才需要缴税 那万一这一轮没有人选税务官呢 那他上面的钱呢 就有可能越跌越高咯 那之后就很有机会被选到 那选税务官就要小心了 你可能会被刺客杀 或者是你会被女巫撕走 所以也是蛮纠结的 以上就是我认为比较特别有趣的角色 需要特别说明的 希望对大家玩这个游戏有帮助 那其他没提到的角色呢 我觉得呢 他上面的说明是比较好懂 他的能力也比较简单 那在使用的时候呢 你只要参阅一下这个说明 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这些额外扩充的角色 基本上相同的号码之间属性都是雷同的 一号就是要让人家不做事 二号呢 就是要偷人家的钱 那我个人是认为 那些扩充的角色加进去呢 整个心机的程度 都要往上提升哦 蛮好玩蛮值得尝试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心机的游戏 富饶之城这款游戏 如果了解游戏的规则之后 它在规则上其实是蛮简单的 但是在简单的规则中 却可以动用很多的心机 尤其是在选角色上面 是整个游戏的核心 如果你能够拆透别人的心思 那你在这场游戏中 就可以掌握绝对的胜算哦 那不管游戏的疏疑 我觉得在这个游戏中 享受那种算计心机的过程 真的是蛮有趣的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款游戏咯 下次见 拜拜